最近小伙伴们都追着这部超虐的金生有你吗 钟翰良和李小阮的组合可谓是神仙阵容 开播到现在只不过短短的数集 但是虐心的名场面已经不少了 相信也有不少的小伙伴都被两人的深情演绎感动到哭了吧 至于还没看的小伙伴们 杰哥软心提醒一句 记得去囤集卫生纸 因为金生有你真的是太好哭了 超狗血的剧情狠狠的虐到了杰哥 而且当时首播当晚便取得了破一的成绩 这可是2022年里最好的收视成绩 看来钟翰良和李小阮的实力也依然在线 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失而缺少了爆发力 其实呢 这部剧一开始就自带了爆款气质 有超虐心的原著故事加持 两位主演钟翰良和李小阮的号召力 还记得吗 当时他们曾在12年前高分剧集 来不及说我爱你合作过 相信当时最看着这部剧的各位 靓仔靓女们现在也都结婚生子了吧 谁还没结婚的呢 不妨大方承认 所以说钟翰良和李小阮时隔十余年的再度合作 便引起了无数网友的乐意与期待 剧情的走向非常的迅速 既有破镜重源又有阴差阳错 钟翰良饰演的心脏外科医生 与李小阮饰演的谭静原本是一对情侣 但是因为误会 最终两人分开 多年后在相遇时 谭静已经结婚 并且有了孩子 而小孩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聂语成正是医生 而到最后却发现 这是自己的孩子 就问看你们这样的情况 让你们给遇到的话 你们能接受得了吗 在《今生有你》这部剧中 钟翰良的角色依然一致好评 因为人物采用了专情又长情的设定 这妥妥就是一大加分项 而李小阮饰演她曾经的恋人 单亲妈妈谭静 命运之轮并未停止转动 聂语成和谭静再次相遇 真爱能否再次到来 让杰哥推这部剧最亮的看点来看 应该就是这部剧采用了 现在和过去交错的模式 还记得刚刚杰哥说到 钟翰良和李小阮早在高中时期相恋 所以在现在和过去交错的模式中 两人的感情线完全对上 甚至还勾起了观众们的青春回忆时光 而且与全剧的风格不同 在高中时期的两人不是虐心的纠葛 而是大大方方的相爱 不仅互相交换了定情信物 还研发了只有两人会明白的暗号 但这也验证了狗血剧的其中一点 前期有多甜蜜 后期就会有多虐心 这一切都是前呼后应的 在后边的剧情里可以明显看出 各路主演们的关系 以及人物感情线都是非常的复杂 仇恨应该是全剧里最让人在意的一点 现在该剧也正乐播中 杰哥也追看着 让我们一起看看 谭靖和聂宇成 怎样打破困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